我覺得身為父母難免就是 生得小孩一輩子都是甜蜜的負擔吧 因為很多都說生小孩 但是我會個人覺得養小孩還是不容易 但是這個因為我沒生 我都是在戲裡頭 小孩不對我就打他不要啦 以前的劇情可能有些那個年代是會這樣 那現在都是愛的教育 也不能打也不能打 所以我覺得父母也很辛苦不容易 我希望這個事情就是一個 我想大家都一點點應該一點時間給他們 畢竟我們不是他們 他們有的相處模式不是每個人都一樣的 因為父母其實在我戲裡頭也都不 按忙小孩你一定要探多少錢 你就平安健康這樣就好 那我想為人父母都是這樣 那小孩長大了現在的環境是不一樣 太多資訊太多太多的學習的東西 所以小孩我覺得媽媽或父母都是在旁邊 還是會一直關心的啦 還是會關心的 我們就給一點空間都一點關愛吧 嗯 藝人孫鵬迪英的兒子孫安佐 16日凌晨現身信義去夜店 隨身還攜帶一把瓦斯火槍 一度還想把攜帶的瓦斯火槍拿來實測 好在被有人制止才作罷 檢警日前接獲民眾舉報 19日持票搜索孫鵬北投區 朱信經紀人大安區住處 起貨一包疑似火藥 孫安佐家中另有大批生存遊戲用的 狙擊槍、長槍以及匕首刀線 警方初步開宴並不算違禁品 因不確定火槍是否超過法定殺傷力 警方搜查時 朱信經紀人剛好住在孫安佐家 所以將兩人一併帶回 孫安佐與朱信經紀人 目前是以關係人身份接受偵訊 孫安佐表明要等律師來裁院開始 愛子心切的孫鵬 稍後也將前往北市行大陪伴兒子 藝人孫鵬 敵英獨子孫安佐 16日凌晨現身信義區夜店 一度還想把攜帶的瓦斯火槍拿來實測 好在被有人制止才作罷 對於兒子孫安佐在抱荒唐行徑 母親敵英僅表示 了解 隨他 平安就好 短短八字似乎倒進心中無奈 不過孫安佐則在社群 除了發出到網頁會參拜的照片 更曬出影片寫 Yes, Mother, I am strong enough 疑似跟敵英喊話 希望他不用為自己擔心 沒有要跟人家合拍就對了 可以讓民眾拍照 但不是要讓記者拍 呵呵呵呵 好,坐一下 先不要 沒關係 對,他今天是休息的 所以沒有要回答任何工作的問題 我們安佐最近在研發新的火槍 那我們今天也是工作整天去拍片 實測這個火槍 對,然後之後還會研發好 然後我們影片也會馬上做出來 然後之後會上片 對,大家可以等待他在YouTube上更新他的 這個我們火槍實測影片 那,反正安佐就是最近在研發這個火槍 然後他最近也做比較多人兵性的東西 就大概這樣,火槍的部分大概這樣 火槍的部分大概這樣 你不用回答 你不用回答 我這是 這個不用回答 這個不用回答 敵英與孫鵬的24歲獨子孫安佐 接連在美國泰國出狀況 遭當地警方逮捕 讓外界討論起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68歲旅美大學教授 翁達瑞 五日在臉書以標題 給孫安佐的一封公開信發文 分享活到68歲才領悟的四個道理 第一,我們都沒有選擇 原生家庭的機會 更不可能改變原生家庭 而人生家庭的影響 會跟著我們一輩子 第二,我們也不能選擇父母 第三,自己的父母 我們看缺點 別人的父母 我們看優點 第四,不要責怪父母 翁達瑞提醒孫安佐 你已經24歲 可以決定自己的日子 如果你不滿意 父母為你安排的人生 你可以重新選擇 然後 為自己選擇的人生負責 他提到兩代關係 本來就是家庭難題 無論親子關係好壞 建議每個人都要期許自己 幸福要由我傳承 不幸也要由我終止 而孫安佐7日截取 翁達瑞文章的部分內容 簡單寫下fine 為再多做回應 歷經風波 和輿論壓力的孫安佐 照常到健身房重訓 整體看起來沒有異狀 在家裡變成媽寶 趕快出去賺錢 請問我不是一直在po 我相關的東西嗎 你以為我沒有在賺錢嗎 拜託不要當傻子 我家裡本來就給我錢啊 怎麼買 是我的機會 但我也會靠我自己賺錢 我同時一起拿不起來 我之後會出一些很猛的東西 可以期待一下 其實我已經有po一個了 要考慮我的 最後再詳細介紹一下 歡迎大家 踴躍 然後我之後就會出一本書 不要啦 泰國合法 反正就可以抽爆了 希望怎麼樣 OK 那我現在 台灣就乖乖的 哪個國家 就做哪一條國家的法律 每個國家法律不一樣 民情不一樣 放浮水的事情是真的嗎 當然啊 哪一桶水喔 我拿給你看 這一桶 這一桶 喝下去的當下 我就覺得奇怪 怎麼很苦 這樣 我素起來真的是苦 我去吐掉 然後後來也被我 家裡律師證實 我爸的確有做這件事情 真的 亞洲國家太保守 但我去台灣人很容易 有些時候不給你們一些 比較 然後 Hard Lesson 你們似乎就覺得 我還是跟你開玩笑 家人為什麼要放浮水 之後我再出來講這一集 我爸放浮水是在沒有經過我同意的情況下 請問這是對我好 還是什麼 你在嚇 假如是假新聞 全部都把它PO上去 假新聞再出來我一一告 3D新聞你最好給我撤掉 新聞你再給我胡說八道還牽扯我前面我試試看 我最討厭什麼 動我身邊最親近的人 前面還是說先跟大家講一下 嗯 目前現在網路上有很多各種非常奇妙的新聞 個人建議啊 別太聽新聞的話 聽氏族的話比較準 我以為是我親其家 或跟屋主道歉過 就這樣 喔 擅闖民宅那件事 我已經用屋主道歉了 所以 這件事已經很早就解決好了 所以大家可能不擔心 我爸跟我媽 控制了很多新聞媒體跟警察 所以你們要小心 別的新聞誘導 我媽 跟我爸 我媽太愛我 所以很常做一些衝動的事情 想要怪罪在其他人頭上 我爸 我已經難得跟他說過了 他 他太誇張了 對我家人很 我覺得失望 沒有我沒有討厭我媽 我只是對他很失望 我還是很愛他 我爸 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我媽講一些 根本就不是事實的話 然後我跟他講說 叫他不要再吸引這些關注 今天出門之前 我就已經跟他講說 這個人出門 不要再吸引這些記者 新聞媒體關注 結果呢 為了保護自己的小孩 把這些話題 把這些事情 又再端出來 讓新聞媒體炒作 你以為我喜歡這些炒作嗎 我是經歷過像地獄一樣的地方 然後然後再回來 然後我覺得自從我回來台灣之後 我就感受到很多底力 到底是要我怎麼愛這個國家的人 當我在體驗這一切 我知道很多人現在很願意支持我 所以我很開心 但我對我媽 我真的蠻失望 我真的不thought 我自己喜歡 我小小姐 ITTLE的地方 我自己在外面 我自己會把… 我自己看